函数其实还蛮好用,除了说是多重的或者是两重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两重的好了,成绩函数 直接给他一个储存格,向下填满 自动完成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 OK,第一个 一样到Visual Basic 那这个地方的话,请记住一定是一个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插入一个程序 Function 然后呢 名称叫成绩函数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给我,这个当然原来是没有的,原来这个没有 好,里面的东西也没有 他刚开始只会给我这样阳村的东西 Function,然后呢什么东西 那刮符是说你要跟使用者要什么,平均函数 所以你把平均函数放在刮符里面 好,放在刮符里面 那使用者会给你一个什么,一个平均函数 他就选了,选了一个什么 80分给你 给你之后呢 这个80分会存在哪里 就存在平均函数里面 特别说 他 刚刚我们不是 选了一个东西给他 他就会帮你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 平均函数 就会是80.0分 会放在这边 所以呢,他给你的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 if 平均函数 也就是 把这个分数拿来这边判断 大于等于 60的话 诶,那有没有 是嘛,对不对 等于true then 我要return 我要return回去到哪里 return回去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是不是合格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是return 返还什么 结果给自己 所以这里是自己 等于合格 好,那 当然因为我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会向下填满 所以向下填满的话呢 他的列号会增加 本来是只有这样嘛 然后你把它向下填满 因为空点向下填满的话 他的这个 12 会变成什么 13 会抓下面这个 那下面这个呢 他自动会去抓一个 这个引数给 给这个